我更愿意做我自己 作者周国平 卢俊说 大自然造了我 然后把模子打碎了 这话听起来自负 其实适用于每一个人 可惜的是 多数人忍受不了 这个失去了模子的自己 于是又用公共的模子 把自己重新塑造一遍 结果彼此变得如此相似 真正成为自己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世上有许多人 你可以说他是随便什么东西 例如是一种职业 一种身份 一个角色 唯独不是他自己 如果一个人 总是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 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总是为外在的事物忙碌 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 那么 说他不是他自己 就一点也没有冤枉他 因为确确实实 从他的头脑到他的心灵 你在其中已经找不到 丝毫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了 他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 和事物的一架机器罢了 人生在世 不能没有朋友 在所有朋友中 不能缺了最重要的一个 那就是自己 缺了这个朋友 一个人 即使朋友变天下 也只是表面的热闹而已 实际上 他是很空虚的 能否和自己做朋友 关键在于 有没有一个更高的自我 这个自我 以理性的态度 关爱着 那个在世上奋斗的自我 理性的关爱 这正是友谊的特征 有的人不爱自己 一味自愿 仿佛自己的仇人 有的人爱自己 而没有理性 一味自恋 俨然自己的情人 在这两种场合 更高的自我 都是缺席的 这个更高的自我知道 自爱者才能爱人 给人以生命欢乐的人 必须自己充满着 生命欢乐的人 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即不会是一个可爱的人 也不可能真正爱别人 他带着对自己的怨恨 到别人那里去 就算他是去行善的吧 他的怨恨 仍会在他每一件善行里 显露出来 加人以损伤 而只爱自己的人 也不会有真正的爱 只有交恒的占有 如果说爱是一门艺术 那么恰如其分的自爱 便是一种素质 唯有具备这种素质的人 才能成为爱的艺术家 人与人之间有同情 有人意 有爱 所以 世上有刻给助人的慈悲 和舍给救人的豪侠 但是 每一个人终究是一个生物学上 和心理学上的个体 最切记的痛痒 唯有自己能最真切的感知 在这个意义上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他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 世上最关心他的也还是他自己 要别人比他自己更关心他 要别人比关心其他人更关心他 都是违背作为个体的生物学 和心理学特性的 结论是 每个人都应该自立 这些都是心目中的自我 应该知道的 心中的自我还需明白 有些痛苦是无法分担的 别人的关爱 至多只能转移你对痛苦的注意力 却不能改变痛苦的实质 甚至在一场共同承受的苦难中 每人也必须独自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痛苦 这痛苦并不因为 有一个耐有而有所减轻 对于别人的痛苦 我们的同情一开始可能相当活跃 但一旦痛苦持续下去 同情就会消退 我们在这方面的耐心 远远不如对于别人的罪恶的耐心 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罪恶 仿佛是命运 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痛苦 却几乎是罪恶了 我并非存心刻薄 而是想从中引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 当你遭受巨大痛苦时 你要自爱 懂得自己忍受 尽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搅扰别人 和自己交朋友 还要做自己的一个冷眼旁观者和批评者 这是一种修养 它可以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 避免落入自命不凡 或者顾饮自怜的可笑 富可悲的境地 获得理解是人生的巨大欢乐 然而 一个孜孜以求理解 没有旁人理解 更痛不欲生的人 却是个可怜虫 把自己的价值 完全寄托在他人的理解上面的人 往往并无价值 成为真正的自己很难 但一旦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你也会乐此不疲 为别人对你的好感 承认 报偿做的事 如果别人不承认 便等于零 而为自己的良心 才能生命做的事 即使没有一个人承认 也丝毫无损 我之所以宁愿 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其原因之一 是为了省心省力 不必去经营 我所不擅长的人际关系了 我曾和一个五岁的男孩谈话 告诉他 我会变魔术 能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苍蝇 他听了十分惊奇 问我 能不能把他变成苍蝇 我说 能 他陷入了沉思 然后问我 变成苍蝇后 还能不能变回来 我说 不能 他决定 不让我变了 我也一样 想变成任何一种人 体验任何一种生活 包括国王 财阀 圣徒 僧侣 强盗 妓女等 甚至 也愿意变成一只苍蝇 但前提是 能够变回我自己 所以 归根到底 我更愿意 做我自己